台中有一名男子 他在南屯區購買透天豪宅 不過他擅自的把這個車庫大門 改成設置在社區出入口 引起其他住戶的反彈 住戶用盆栽的鐵鏈擋住車庫 男子則索性的把車停在車道 影響到了進出 官委會決議開罰155萬元 不過他拒絕繳費挨告 而審判決出爐 官委會開罰有據 男子必須要繳125萬元 百萬進口轎車 大喇喇停在車道上 擋住社區唯一的出入口 其他人根本無法進出 車主這一停超過兩天 讓其他住戶欺詐了 官委會蒐集證據 要他繳155萬罰款 張信屋主拒繳挨告 雙方對不公堂 實際回到位在台中南屯區的 這處社區 可以看到屋主的車庫鐵門聲索 車輛也已經沒有停在車道上面 上門按電鈴屋主沒有回應 其他住戶透露 雖然擋到的情況有所改善 不過雙方關係已久僵持 張信男子的車庫一開始只有棕色這道門 後來擅自將出入口改成灰色這一道 引起住戶反彈 放置盆栽鐵鏈擋住去路 他索性擋住車道反擊 一審判決認為 管委會開罰有據 張信屋主必須給付145萬 他不服上訴 沒想到二審也白訴 二審法官同樣認定管委會開罰有據 不過認為擋到時間只有125個小時 該判罰125萬元 其他住戶只希望紛爭趕緊落幕 回歸平靜生活 記者文匪胡杰倫台中報導